一颗颗又大又饱满的水梨 还有色泽红润的梨山水蜜桃 现在正是盛产和品尝的好时机 为了把这个好滋味 推广给更多人知道 台中市农业局 结合台中市各区农会 7月18、19号连续两天 在台中市美术园道 举办2015台中风华桃梨饷宴 台中当季好物展 把台中最优质的国产蜂蜜 和当季新鲜的农特产品 推荐给大家 市长林佳龙 农业局长王俊雄 和立委黄国书 也特别到场参加 大力称赞台中市农特产品的好味道 今年你看到我们的水味图 我们的甜度说17% 这种的水准实在是非常高 还有高阶梨 包括我们这些各种的 今年虽然是火水那么少 但甜粉那么多 其实我们的价格也很好 我们台中的农产品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精彩优质 那像今天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台中风华 我们的蜂蜜 这非常的棒 刚刚有一摊 他说光是今天早上到现在就卖了十几万 我们希望透过促销的活动 让更多的市民都喜欢我们台中市的这一些农产品 我们今天的活动来得非常多人 我们共襄盛举支持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活动现场除了展授各种当季新鲜水果 还有台中市各区农会辅导成立的养风产销班 所生产的台中风华品牌蜂蜜 由台中市农业局举办的第七届国产蜂蜜品质评鉴 今年一共有23位蜂蜂获奖 同时也在今天举办成果发表和颁奖典礼 市长林佳龙还亲自颁奖鼓励这些辛苦的蜂蜂 得奖蜂蜂林秀云表示 虽然养风制作蜂蜜很辛苦 不过看到自己的蜂蜜受到肯定 再辛苦都值得 说完还开心的秀出奖杯 听到有得奖 就觉得好开心 因为好多人 每个人品质都很好 只要得到特典奖就是一种肯定 活动除了有精彩的热舞乐团表演 和有奖争达 民众还可以免费品尝到水梨 水蜜桃和蜂蜜茶的好滋味 因为现场展售的农产品品质优良 又物美价廉 让不少民众争相抢购 这个是 不要吃饭 因为饭是这个 都会喝起来很甜 很甘甘的 它吃起来就是很多汁 然后很甜 不会很出糟 就是很细微细明这样子 除了蜂蜜 梨山水蜜桃和高阶梨 现场还有红龙果 番茄 葡萄 等其他新鲜蔬果和农特产品 台中市农业局举办这场活动 希望让更多市民 支持选购在地农特产 并且鼓励农民 继续生产更多优良的农产品 让台中市的农业发展更加活络 记者陈文旭 李建盈 刘伟群 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建盈